各位大家好,我是王伟 欢迎您收看我们今天的生活EZGO的单元 大家都没有想到吧 在差不多快要到这个四月底的时候呢 我们多多竟然会来一场 这个小小的这个冰雨的风暴 所以呢,不过我们今天呢 还是依然非常高兴的呢 请到我们的园艺专家也就是Kim Kim你好 你好你好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因为相信呢这个大家呢 要在这个小冰雪之后呢 大家可能会想要开始要整理一下 我们大家的园艺 或者是有人呢 想要今年开始呢 想要好好的来耕耘 比如说自己房子里面的一些小的garden啊 或者种些花啦 所以我们趁今天这个节目呢 我们就来访问Kim有关于这些 比如说现在在这场小小的冰雨过后 我们应该要如何来整理 我们的这个自己的房子的这个花园呢 首先 好,那个冰雨呢 首先对这个树木跟灌木 它的杀伤力比较大 是哦 因为在前一段时间比较朗活 然后一些灌木树们就开始生长了 突然间冰雨下来了 它那个冰就把所有的出来的潤芽 可以把它冰封住 所以今年呢有些果树啊 有些灌木比较娇嫩的东西 就是受伤 但是有一个好事就是说 给大家多一点时间休息啦 哦,就是说不用用瓶的浇水就对了 是,也不要,因为春天总是会来的 对啊,迟点来就给大家多一点时间 在家里计划 怎么去做园艺啊,怎么去计划啦 有一个提计给大家 就是很多人就说 我要做园艺了 马上就来买东西了 其实不要这样做 首先就说你要在家里 怎么做园艺有一个规划 比如说你们家里的这个方向位置 就是你们的前后园 你的是朝南、朝东、朝北 那个风向的走向 然后它的水位的走向 阳光的走向 这三个因素很,就是要很注意到 哦,是吗 当然啦 因为比如说你种风树 不能在风口上面种 因为风口上它那个Maple 它的那个树枝很润 压着很润 你突然在风口上它一吹 它就没了 哦,所以比如说 在你种不同的这个 所谓的植物类的时候 你还要去考量 每一个植物它适合种在哪一个地区 对,对,对 而且这个风口味 不要种Maple 如果在后花园 你可以把它遮一遮是可以种到 它要喜欢比较有一点这个 Protection area 对 就是不要给它当中的风口味 然后阳光,Maple是喜欢半阴半阳 或者是全阳不要阴的地方 嗯,有一些Protection地方 比较阴一点 它比较喜欢 嗯,湿一点不要太干 湿一点不要太干 不要,风树 就是说 其实多很多人很喜欢种风树 对 尤其是日本风 它那种颜色很漂亮 嗯,但是呢 风树不能太干 不能太强的阳光 嗯,不能太多风的地方 但是松柏树呢 就没有关系了 哦,松柏树就无所谓了 就无所谓 哦,这样 所以难怪我看到很多人在前院 尤其风大的地方都种这个松柏栗的 松柏栗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房子 然后呢,就说很多人 而且讲种草皮 很多人就说 哎呀,我回去我现在马上就撒草种 其实不应该 嗯 等到雪融化了 等到地就是比较软了 哦 硬邦邦的 草种没办法下去 哦,所以要等到草 这个整个土都比较湿润软的时候 是 化雪融了以后 这个土软了以后 刚刚在撒那个东西 之后,是不是马上就要撒这个草种呢 不是 你要等它一段时间先 最起码要一个星期以后 哦,一个星期以后 然后呢,就再撒草种 撒草种之前 你把你的草顺便割短一点 哦,顺便割短一点 一定要割短啦 不然它一直在长 它就跟这个小弟弟在争一样 对对 所以把它割得很短 然后撒 你可以撒一次泥 撒草种 再撒成泥 就可以了 好好 那Kin,那一般我们的华人 除了这个草地的保养之外 那您在做园艺这么久的话 一般我们华人 比如说到这个春夏天的时候 最喜欢种什么样的这个花类的东西呢 牡丹花是中国人最喜欢种的花 牡丹花很漂亮 但是有一个缺点 它是五月中旬开花 或是五月底开花 五月底开花 但是它的花期不长 它花期不长 花期不长 很漂亮 但是你种它一次 你就不用再种 种它一次就不用再种了 因为牡丹是长年生的 花期比较短 但是它很漂亮 中国人最喜欢是买牡丹 可是像刚刚您提到这个牡丹的话 它是可以种在室外对不对 一定要室外 一定要室外 室外的 那不是里面的 你牡丹种室内 绝对会是 是哦 那它种室外的话 过这个冬天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它一定要在外面过冬 一定要到外面过冬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 在里面不活 所以一定要放在外面 还要种地下 不能种盆子 所以外面也不是种在盆子上 还要种在这个 就是你庭院的土地里面 是 要有阳光排水性好的地方 阳光排水性好的地方 因为牡丹是球状根球性的东西 对 ok 然后牡丹要多阳光排水好 牡丹跟玫瑰很相似 都要干一点的地方 而且要水分充足 水分焦就焦透 干就干透 是这样子的 是 那除了一般的牡丹的话 比如像我刚刚看到 您这边有很多百事 像这些什么玉珊瑚啦 那是室内的 这些就是室内的 那室内的 那一般我们华人 好像也蛮喜欢这种的 风云到室内的 一般室内的东西是这样来讲 室内的东西就是 比如说加拿大的冬天太长了 对 那个太长了 基本上是11月开始 11 12 1 2 3 4 对 6个月 然后冬天的时候 家里就是很干燥 然后因为不通风 那植物是给起了一个调节的作用 植物是吸收你的废气 可以放发出氧气 然后你浇水 植物有些湿气 就是家里的环境会湿润一点 其实养 室内的植物就是这个效果 就是效果而已 那讲到这一点呢 就像室内的植物呢 比如说像我自己家里 家里面有种 可以有时候我会发觉 在冬天 尤其冬天的时候 特别容易会长一些 东西在这个 室内的 这个比如说这个植物上面 那这个是为什么原因呢 那有什么东西可以 对 跟你讲其实很简单 那植物呢 喜欢潮湿的环境 对 但是冬天呢 我们这边是烧暖气的 没错 对 暖气把所有空气里面 所有的氧气会烧掉 哦 然后植物又吸完氧气 然后它们是有起冲突 对对对 然后呢 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非常简单 我教你怎么做 好 你把植物放在不要很多很多 就是有暖气的地方 哦就是避开暖气出口的地方 是 然后你把它放在有阳光的下面 暖气口呢 你可以放一盆水在旁边 或者是拿一条丝的毛巾 把它拧丝了 晚上把它盖在暖气口上面 哦 然后暖气对着丝毛巾吹 毛巾干了 湿气就出来了 哦 这是一个好方法 这是一个好方法 又省店 又省店 没错 但是呢 你常常要喷水 哦常常要喷水 为什么呢 植物它喜欢湿气 但是我们的水龙头的湿 你知道什么是碱性的水 没错 对对 植物喜欢酸性的 什么叫酸性的水 雨水就是酸性的水 下雪的水是酸性的水 哦 所以我们就取外面的这个 下雪的水 或者是下雨的水 哦来弄 给它 噴在它的叶子上面 噴很湿 你每天给它噴一次两次 对 于是在睡觉之前给它噴 哦这样子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虫 所有的虫是晚上出来的 对 北天不出来 北天是睡觉的 他们怕 他们在黑暗的地方来吃东西 不是在有阳光的地方吃东西 哦 那你在趁它出来之前 你把它所有叶子全部噴湿的 对 他们不喜欢搅湿啊 像人不喜欢穿 所以就起起这个作用就对了 是 你看它出来的时候有困难度 对 你就把所有的叶子喷得很湿 嗯 然后呢 湿了以后呢 他们就觉得 哇呀这么吃东西 这么湿湿很难受 对 他们那个机遇就少很多 哦就少很多 是是 这个倒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我们做这个实验 我们做了很多次实验 今年是我们是最成功的一次 就是温度降低一点 空气湿度高一点 高一点 酸性高一点 嗯 基本上没有什么虫子 哦 哇那太好了 这个tips相信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学起来了 好 然后这个是不用任何钱的 哈哈哈 你不用去买什么 牛酸亚铁 不用买那个sutras 也不用去买那个lemon citrus 就是用 鲜雨水 或者血水 溶掉 来喷就好了 这个就是100%的DIY了 DIY 而且是天然的 天然的DIY 而且你不用是喷什么 那个什么沙虫水 什么东西的 对对 还有King哦我讲到一点 我看到后面这边有很多很漂亮的花朵 尤其当我想到就是说呢 像我父母亲呢 每一年呢 这个大伙都会去这些garden里面 看到很多这种小小盆的这些花花朵朵 很多人都喜欢买来 自己种在一个长方形的 或者是圆形的那个bask里面 是是 那关于这些花我们买来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样去一个大致上去保养它们呢 讲的annual 要分好几种 OK 有的是比较吃水的 对 有的要阴的 嗯 那阴的东西就吃水少 对 阳的东西吃水多 那比如说我们的天竹葵 天竹葵 Dranian 它有很阳的地方 但是它吃水一般 哦 但是我们的青牛花 就是Pertunia 它的叶片非常薄 它长得很快 它吃水多 又有阳光 嗯 但是我们的Borgonia 我们就是海棠 海棠 海棠就是半阴半阳的地方 嗯 它一定要少水 你半阴半的地方 它已经 它已经没有爆晒了嘛 嗯 它水不出去了嘛 你再给它水 就完蛋了 哦 所以我们也是要看不同的品种 来把它放在一起哦 嗯 我跟你讲哦 我们从来不会把Pertunia 跟天竹葵放在一起 嗯 我们不会把Minibial 跟天竹葵放在一起 为什么Minibial 它喜欢凉一点 对 然后呢 主要你喜欢热一点干一点 你把它放在一起 有的是很好 有的不是很好 哦 所以有的时候 像我父母亲喜欢 把它乱凑来凑去混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就有这个问题出现了 对对对 所以我在想呢 其实还有更多的问题 想要再请教您 不过呢 我们会藉由我们这个 在这个YouTube上面 这个频道里面呢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的话 我们也欢迎大家 在我们的下面的留言 那我们呢 有时间还会再麻烦King呢 跟我们解释 分享更多有关于这个原意上面 需要注意的事项好不好 没有问题 我跟你讲哦 但是感谢 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 就是来问我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所有的朋友 我们下一次 我们在生活一字构的单影片 再跟大家见面哦 好 阿弥陀佛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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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